金庸武俠天地 武林自尊,寶刀吐龍,雄靈天下,莫感不重,以天不出,誰與爭鋒 以天屠龍記 總算和三師伯,六師叔夫好弱 教主,你不只武功高強,而且衣術精湛 不過,我們奪取回來的,是否真是黑肉斷軸膏 我臨手的時候,在乙手臂上掛了藥膏 方才我看過,跟我們搶回來的藥一模一樣 那就最好了,教主真是精明,黑肉斷軸膏,真是可以折駁斷骨 偉福王,接不接駁得回來,無論如何都要試一下 極其量是治療無效,但比不適合 當然,我們都算幸運,及時被我們追到他們 他們太大意了,以為我們不會再追他們 他們更不會猜到我們分頭去追 不知道楊左師和說不得大師追到哪裡 如果他們知道我們已經搶到藥膏 一定會很開心 應該派人去通知他們,盡快回來武當山集合 屬下已經派了人去 那好,等楊左師他們回來 我們再去追查宋大伯他們 武記哥哥,你糟糕了 低悔,甚麼事 武記哥哥,殷六叔和余三伯他們 他們怎麼樣 他們痛得暈倒 讓我看看 糟糕了,我們中了 是中了七松七花高毒 我們上當了 那不是黑玉段族膏 是七松七花高 有沒有辦法解救 沒有,除非是下毒的人 武記哥哥 是我害了三伯六叔 我真是大錯特錯 這樣都會上當的 武記哥哥,他們真是無藥可救 七松七花高 最少都有一百種配製方法 誰知道他們會用哪七種毒蟲 哪七種毒花 有一點不清楚 隨時都會沒命的 那張公子,那位趙姑娘在灌外求見 趙敏? 我就是要找他 小超,給我一碗叫 是 教主,讓淑夏出去 不用,我要他賠命 張公子,這雙珠花 你還給那位趙姑娘 好,我要跟他清楚楚楚地了斷 我總是要找他 那些靈,我把模式當中 這件事都沒有拿到 他相當這樣 你反正真照顧 我看見他 張教主, 你威逼過我一次 這次又想來威逼我? 我上門來探望你 你這麼兇死對待客人嗎? 我要解藥 你不給我, 我不想生存 你也一樣要死 你死是你的事 關我甚麼事?要我陪你一起死? 誰跟你開玩笑? 你不給解藥, 今天就是你和我的死期 你好像沒有受傷似的 區區元寧神長, 可以傷到我嗎? 那你金剛子還有七蟲七花膏 果然是七蟲七花膏 你要黑肉斷軸膏, 我可以給你 你要七蟲七花膏的解藥 我可以給你 但是你要答應我做三件事 我就甘心情願給你 如果你威逼我 就算你殺了我, 你也拿不到解藥 那是哪三件事? 你快點說吧 你看看你, 又哭又笑, 真是不知醜 我早已跟你說過, 我還未曾想到 何時想到, 我隨時會通知你 只要你答應, 不會背藥, 就可以了 你放心吧, 我不會叫你上天拿個月亮 也不會叫你去做違背合意之事 更加不會叫你去死 當然, 更加不會叫你去做豬做狗 好, 趙姑娘 如果你肯給我解藥, 醫好我余三伯和一六叔 只要你吩咐, 我張無忌一定去做 就算赴湯道火, 在所不辭 好, 那我們擊掌為誓 我給你解藥, 醫好你三師伯和六師叔 好, 日後我求你做三件事 只要是不違背合意之道, 你就不可以推辭 好 解藥馬上送到, 張教主, 請 教主, 小心冷靜 有封信, 張教主親啟 讓我看看 不去找到一個信心 金合甲層, 凌高久床 朱花中空, 內有若芳 異蜜祖情君子左右 何奴休之心也 唯以微蜜不足一故 賜之匹僕, 毀諸陈土 何賤徹之所亡野 原來, 原來朱花也有若芳 這隻三伯和六叔有得救了 好了,好了,代岩和尼婷經過這兩個月內 直至你治好了 武記,好多謝你 想不到他們兩個都有治好的一天 尼婷不只可以行動治癒 看來武功都沒什麼損傷 只可惜代岩他 唉,他就是要用拐杖才行燈 總算賺而不費 我都心滿意足了 說起來 黑玉段族告,果然是靈丹妙藥 太師父 如今三師伯和六師叔好回來 孩兒要告辭了 為了代岩和尼婷已經阻礙你們很多事一 對了,今後你們有什麼打算 張真人 天下百姓水心火熱,人心思變 我們認為這正是驅除他子 還我豪山的好機會 嗯,楊兄 想不到你們明教都有這樣的心意 張真人 當年楊教主在世 就以興復為大任 只不過 本教向來行事遍極 百年來 和中原武林各派怨仇相切 難以攜手抗敵 如今得張教主主理教母 和各派的怨仇逐漸消解 大家正好同心協力 共亢活怒 楊左師 你講起好像挺好聽 不過這些都是廢話 等於放屁 周兄為什麼這樣說 高湖上人人都說我們明教殺清光了六大派的高手 不一聽到明教兩個字 人人都恨之入骨 怎麼跟心協力共亢活怒 我不是說就好聽 怎麼做 我們雖然被人誤會 但是總會真相敗白 何況張真人還可以作證 哈哈哈哈 如果我們真的殺了宋遠橋 滅絕師太和何太聰他們 張真人怎麼知道 周殿 你怎麼可以在張真人和教主面前開玩笑 周兄 正所講也有多少道理 如今當務之急 還要查一下宋大俠在哪裡 救他們 那自然什麼事都清楚了 要查宋大俠他們 說得沒那麼容易 真是不費吹灰之力 那你就不快點說 對 說吧 怎麼容易 聽著 只要教主去問問趙姑娘 那就知道了 九成九是趙姑娘抓了他們 或者殺了 周殿 你真是說得出就說 若果找到聖趙的 我們自己不會去查嗎 哈哈哈哈 你們當然找不到 教主就可以不用找 自然會見到他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忘記了嗎 教主還欠他三件事未做 難道聖趙的 會就這樣算數 哈哈 這位趙姑娘生得花容月貌 但是我一想起他的樣子 我就無管動了 哈哈 我希望他快點出那三個難題 讓我盡力做了了結這件事 要不然經常掛在心裡 又不知道他出什麼花樣 楊庄師 不如召集本教各路首領 大家共相此事 張教主 那在哪裡聚會 本人今天暫代教主 時時都想起本教兩位人物的恩情 一位是蝶谷依仙胡青牛先生 他老人家已經死在金花婆婆手上 另一位是尚玉春大哥 不知道他現在身在何處 我想本教這次大會 就在懷北蝴蝶谷舉行 好啊 好到極啊 這個見死不救 當年我一天和他爭吵 人是不錯的 不過是有些陰陽怪氣 和楊左師就沒得比了 他見死不救 自己死的時候 也沒有人救他 這些是暴刑 我周天都要去他墓前 扣幾個頭 那就通力各鄉主 八月中秋之前 趕到懷北蝴蝶谷集合 好啊 好啊 張教主 這麼晚還沒休息啊 楊左師 我看過你寫的明教流傳中討記 有些不太明想向你討教 不敢 張教主請上座 不知張教主有什麼不明白 楊左師 照記載 本教教旨本來是去惡行善 和識 道並沒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自唐代以來 歷朝均受殘酷屠殺 嗯 識家雖然說普道眾生 但是曾眾出家 各詞清修 不利世務 道家也是一樣 但是本教就聚集鄉民 無論誰有危難困苦 大家都一起出力相助 唉 官府欺壓良民 何時說沒有 所以一遇到有人被官府冤屈欺壓 本教就一定跟官府斷闊 嗯 只要朝廷官府不去欺壓良民 討好惡霸不再作惡 到那時候 本教才可以真正興旺 是 張教主說得對 這就是本教教旨的關鍵所在 楊佐氏 你說 真是可以有這樣的一日 嗯 唉 希望真是有這樣的日子 對了楊佐氏 余三伯和恩六叔的相世都沒有什麼了 我們明天去蝴蝶谷 楊佐氏 我還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是關於不悔的事 不悔的性命是張教主救回的 屬下婚女感恩徒步 總有此心 張教主有什麼命令都一定遵從 你誤會了楊佐氏 我希望 撤下不悔和我六叔的婚事 恩六俠? 這件事都不是我的意思 而是不悔他向我提出 楊佐氏 未知你以下如何呢? 張教主 小女蒙恩六俠誰稱 本來是揚門之行 只不過 他們年紀懸殊 背份有別 這層就 恩六叔還未到四十歲 正當盛年 不悔叫他一聲叔叔 也不是有什麼血緣之親 師門之義 恩 既然他二人情投意合 如果成了這條婚姻 上一代的仇怨盡數化解 正是大大的好事 好 張教主玉成這件事 可見關懷屬下 屬下多謝張教主先 既然楊佐氏不反對 我就向大家宣佈這件喜事 張教主 就算要辦喜事 也讓我們先救宋大俠他們 讓大家團聚 那就喜上加喜 恩 相信不悔聽到這個消息 一定很高興 好 我們明天就一起去蝴蝶谷 好啊 張教主 再過三天就是八月十 各路教眾差不多已經到齊蝴蝶谷 其他的相信會在中秋之前趕到 教主這次執掌總壇召開大會 是我們明教多年來未見過的興旺氣象 嗯 沒錯 這幾十年來明教四分五年幾乎覆滅 張教主 本教上下 這次團結重聚 個個都感激教主領導有課 楊佐氏 韋福王 我早已講過 我只是暫代教主之職 這次的大會 希望本教和各大門派 進色前顯 然後攜手反圓抗戶 教主說得對 我們本來就不是邪魔外道 我們明教是很應該和各大門派聯合在一起 為民請命救國救民的 還有一點 我希望上下都可以做到的 明教一向給人的印象就是邪魔外道 以後一定要行善去惡 除暴安良 放心吧張教主 只要教主下令 本教上下一定個個服從 但是不知道宋大伯他們 現在在哪一處 是啊 他們個個都說查不到趙姑娘的下落 洪水旗旗下弟子朱元璋 徐達等求見 請 有請 徐大哥 朱大哥 參見教主 坐 大家不必拘禮了 兩位大哥 為甚麼這麼遲到 屬下等奉教主令子 趕來蝴蝶谷 本來應該早已來到後駕 但是途中遇到一件非常古怪的事 屬下等跟蹤追查 所以就誤了會期 請教主恕聚 朱大哥 不知道遇上了甚麼事 我們接到教主的令子之後 郭兄弟都非常歡喜 就商量要送一些禮物來做賀禮 但是懷北是貧苦地方 不會有甚麼好的禮物 所以我們就一起上山東 希望找到一些適合的禮物 我們怕被官府認出 於是就扮成運貨的雷車夫 當我們去到河南歸德府 就接了幾個客人 之後就起程去山東河澤 誰知道忽然之間 有些人拿著刀槍 趕走客人 要我們接著別的客人 那你們… 本來花兄弟要跟他打過 但是徐兄弟就肆意說不好 是,當時我覺得對方有點可疑 想查清楚他們是甚麼來頭 結果我們九架車被趕到一雪山淆 那裡原來還有十幾架雷車在等我們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原來地上坐滿了和尚 哦,徐大哥,所有都是和尚 是啊,不過那些和尚 個個碎頭喪氣 但是樣子就不跟普通人 有些太陽越高掛,有些身材很健碩 後來徐兄弟跟我說 他說這些和尚個個都武功高強 但是他們顯然受制於人 而拿著刀槍那幫惡人 命令和尚坐滿上車 押著他們一路北上 這樣啊? 那那幫人的確可以 是,所以一路上我們就留意他們 但是他們真的很神秘 他們之間連一句話都不說 那他們是甚麼來頭 那幫和尚又是何方神聖 後來我們半夜就派人去偷聽他們說甚麼 原來那些和尚就是河南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 是,少林寺 還有,我們用偷聽到其中有人說 此人真是神機描述,令人拜伏 少林武當,六派高手進入獎中 自古以來還有誰可以這樣做 還有? 另外一個又說,這樣也不算奇 一箭雙雕,連魔教都牽連在內 跟我們明教都有關? 是呀,教主 所以我們更加要查個水落石出 同時要想辦法去救那幫和尚 對呀,那後來又怎樣? 後來我們想到一個辦法 故意對他們公信 而且有意無意之間,顯示我們是不懂武功 我們等候機會,免得打草驚蛇 但是到了河間府,又另外遇到六輛大車 而被壓戒的是俗家人 有個和尚對其中一個人打招呼 宋大俠,你也來了 宋大俠? 難道是武當的宋遠橋,宋大俠? 是呀,徐大哥 他說是宋大俠 那那個人是怎樣的? 你說吧,你快點說吧 剛才一節,以天屠龍記第五十四回 是由李安求監製,五位榮編道 金融園著,臨譜改編,陳培庭錄音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